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在周五1月12日以致投票通过 支持美国商务部自发对进口 自中国的普通铝合金板继续展开 反行销与反部贴税的双重调查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来自中国的铝合金板进口商 派了美国生产商仍然存在 倾销和政府补贴问题 美国铝业协会随后发布声明 同这一决定 总裁兼CEO HEIDIBROCK表示 来自中国的不公平进口实践 在最近今年严重商 派了美国公司的普通铝合金板生产 会员企业已经在参与这项LDQUO双方调查LDQUO 希望令美国市场定价更为公允支持美国企业通过投资来增加竞争力 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1月28日宣布 将针对进口自中国的普通合金铝片自发开展 反倾销与法补贴税的双重调查 2016年此类商品的进口价值为6.0360亿美元 可能只收的反倾销税额为56.54%到59.72% 于去年4月起针对中 国钢碟和铝产品的LDQUO 232调查LDQUO无关 在美国旅业媒又要求商务部开展调查的情况下 这种官方举动实属 30年来罕见 上一次美国商务部自发针对主要贸易火爆的反倾销调查 是1985年里根政府对日本半导体行业发起 上一次美国商务部自发的反补贴税调查 是1991年对加拿大软木行业发起 自去年11月起 美国商务部共将调查26个独立的中国政府补贴项目 目前算是发布了初步的反补贴税调查结果 最终决定将在4月发布 初步的反倾销调查定于4月17日前完成 最终决定将于7月发布 但截止日期可以延长 由于强韧 重量较轻 延展性和抗腐实性良好等特质 普通铝和金板在交通 建筑 基建 便利和水下设施等领域应用广泛 美国的整体旅业 直接雇员16.1末人 间接雇佣超过70末人 每年约产生75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影响 和1860亿美元的总贡献 约占美国年均GDP等1% 上图来自美国旅业协会提供的声明截图 据美国旅业协会提供的数据 美国旅业企业的运营环境经历了很大挑战 主要由于中国过盛产能扭曲了市场价格 来自中国的普通铝和金板 在2014年到2017年间进口量积分了至少90% 中国在2016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普通铝和金板 供应国占美国进口总量的至少36% 接受美国商务部自发双反调查的铝产品 是厚度介于0.2到6.3毫米含之间的平扎铝板 主要用于排水管道 建筑外观 街道标示 汽车车台 扶船和卡车拖车等 但不包括用来储存的铝 以及应用在饮料罐上的铝片 美国政府据称将在1月底之前决定 是否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 作为对大国贸易逆差的回应 1月底下冯特朗普在国会宣布人内的首份国情资文演说 重点据称会放在贸易远景 可能包括对他国LDQUO 不公平贸易做法LDQUO的惩罚性关税措施 例如来自中国的钢碟 光伏进口产品 核知实产权纠纷等 去年12月6日 美国商务部初步裁定 将向原产自中国的越南钢碟产品 加征高额关税 成为美国第一次无视原材料 在第三国再加工的过程 直接根据原材料产地来源 支收惩罚性关税 空将打开令贸易战计划的LDQUO 潘多拉摩和二扣最终裁定结果将于 2月16日公布 美中贸易摩擦将在2018年升级 并非没有预兆 去年因税改、朝鲜危机 以及共和党内限制派的LDQUO 阻挠LDQUO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战威胁 只是LDQUO 雷声大雨点小LDQUO 今年美中贸易关系紧张 将升级为最大的LDQUO 黑天鹅事件LDQUO 优惠 逮据 准处理 接着